怎麼看連勝文說呢 我們現在黨中央才不會鬥任何人 真的假的 黨中央當然不會鬥任何人 是黨中央的人在鬥人 所以黨中央是機構嘛 機構怎麼會鬥人 其實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你就看到說 其實前一段時間 你就看到二十一號吧 應該二十一號嘛 一個中央委員邀請了張亞中 趙少康嘛 裡面談到改革的時候 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在中央委員 中常委選舉的時候 有所謂的六十五十十四十二換票聯盟嘛 所以他們就認為朱立倫 你三聲五令不准換票 但是換票聯盟依然存在嘛 查嘛 那裡面當然張亞中也針對了 朱立倫所任命的選舉策略 匯報裡面的副婚旗直接點名嘛 當然副婚旗是朱立倫要用的人嘛 那你再說這個換票聯盟的嗎 換票聯盟我就直說了吧 你你裡面的 你的人赤庫的人 有沒有在換票聯盟裡面 選中央委員在不在裡面 然後你的黨內的副秘書長 陳吉的在不在裡面 也在裡面嘛 你地方黨部主委在不在裡面 也在裡面嘛 還有縣市長在裡面嘛 議長什麼都在裡面嘛 那你怎麼處理嘛 這要如果一旦處理下去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涉及到換票什麼 如果嚴重一點 就是取消你的資格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轉眼 朱旁邊的人都被取消資格了 所以你到底敢不敢查辦下去嘛 所以我一直說配票這個事情 不敢查辦嘛 因為雖然開記者會都說要延辦 查辦 事實上真的能延辦查辦嗎 你要個聯盟的名單 你要不到嗎 你找你的副秘籍的人 要名單就好了嗎 你找你智庫的人 要六十聯盟的名單 都要的到啊 所以基本上反擊 只是為了掩飾有很多事情 不能辦下去 辦下去 黨中央的領導會崩盤 所以反擊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掩飾自己的脆弱 他黨中央的脆弱 黨中央現在要鬥誰 你任何人都鬥不起嗎 我就說民進黨 現在要去挑戰蔡英文 叫宜軟即死 當然現在蛋價很高 千萬不要 不要用蛋隨便砸 你現在在民進黨內要去挑戰蔡英文 叫宜軟即死 你今天在國民黨內要挑戰 朱立倫是拿石頭炸雞蛋 真假 朱立倫很兇 他罵罪人 他罵王叉蛋跟白淚 但是問題是 很兇喔 不是他罵完了 要有人會怕 當然你告訴我誰怕 重點是誰怕了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朱立倫在領導統一上面 當然之前因為被從連續上的一些挫敗 四大公投一月九號的選舉挫敗 加上他逃避了記者會 記者會既然不出席等等 一路下來 被大家覺得這個主席的領導統一 威望太過於軟弱 不敢面對戰敗等等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在選擇一個點是講 講的這一些話表示其實他還是蠻強硬的 當然他這是回應一些來自於國民黨 國民黨非黨中央的人對他的挑戰 所以這個是很清楚 當然你說敗類指誰啊 這個事情 當然有人說這個敗類指的是他告訴大家 他就是我自我約是我不想否則我是敗類 也有人說是不是你就只趙少康 因為唯一講過趙少康要選他是敗類 其實我講一句白臉話 兩者皆是 這個是復選題不是單選題 我都覺得兩者皆是 自幫自己講話也罵了別人嘛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臺語叫什麼 就是一件事情兩次一次辦 但是我是說 今天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不要老是再講複製二零一八這件事 二零一八是不能複製的 現階段我們有所謂的東廠事件嗎 現階段我們有所謂的滅鄉爭議嗎 現階段有所謂的老車替那個淘汰的爭議嗎 我們有淹倦的爭議嗎 我們有水患嗎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 當時的浪潮是整個執政不利 在二零一八年出現了一個韓國瑜 在這個高雄五千個坑洞裡面掀起了 韓流整個帶動過去的 那你現在看過來的環境上面 人民對執政不利的感受度 似乎並沒有那麼大 第二個國民黨內你現階段也看不出來 有韓國瑜之流的人能夠席捲全臺灣 所以這一個複製二零一八年 我覺得複製二零一八年 對我來說 我主觀認為是個笑話啦 因為不可能的事啦 那就是採取一個穩扎穩打的事情 那其實當然民進黨自從歷次除了罷免案之外 歷次裡面就陳柏惟的罷免案以外 所有的戰爭一路打下來都是勝利的嘛 所以當然你蔡英文在黨內的威望跟領導力 當然是最最頂盛的時代 最頂盛的時代 所以民進黨有沒有競爭慘烈過 有確實是有 但是你注意看民進黨學習教訓 不要再重蹈覆測 是從整個機制到人去努力 所以屏東四月完成初選 越倒越好 避免持續戰爭一路再殺的血流成 和連黨內都無法阻擋 趕快設下停損 對 我就盡快的讓他初選完整 但你反觀國民黨 今天講一句實在話 其實朱立倫真的他的提名 沒有像大家所想像的這麼艱困好不好 就只有幾個縣司 可是搞到很艱困哪有艱困 那現在你反觀看來看去 就苗栗一個還沒有弄完 然後嘉義縣是比較可憐一點 是找不到人 那屏東大概也沒什麼人要選 大概應該會給蘇清泉 因為以前也選過局的 打底上這些地方 大概就是少輸為銀 那高雄現在也難產 那你除了這幾個還有一個桃園 除了這幾個縣市以外 其實其實並不嚴重 你甚至於說連江縣好不好 連江縣你認為朱立倫去喬喬的定嗎 他喬不定 連連江縣都喬不定 但是陳雪生喬的定 黨部主委 反正都不夠黨的 但是我說如果說是朱立倫下去喬都不見得喬的定 但是能處理能夠把它處理完的 反而是黨部主委陳雪生可以處理的完 所以你就說真的有幾個縣市有爭議 沒爭議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認為國民黨的問題這麼多 就只有一件事 如果黨內的管道對話管道是順暢的 就不會有外面這麼多話 就是說你什麼事情 我有一個機制 你都可以到黨內來談 但是國民黨現在沒有 所以外面的話會一堆嘛 所以外面的話一堆的時候 當你朱立倫講再強悍的話 依然還會有不同聲音出來 問題是你黨內的對話要 那個機制要弄出來 否則沒完沒了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